歡迎收看7月6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安傘有疫苗診所撈亂了鹽水和疫苗 約克區有警察在當值期間被撈做地產經紀被停職調查 安傘今天有164宗新增國安 多倫多有32宗 皮爾區有26宗 滑鐵爐有25宗 約克區有13宗 今天開始 加拿大居民如果已經接種兩劑加拿大認可的疫苗 入境之後可以不用入住酒店隔離三天 但是入境之前 大家先要上網填寫最新版本的Arrive Can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應該怎樣填 我們530的同事會在新聞之後為大家詳細講解 請大家留意 如果想獨立看這個視頻 是可以登入去明報多倫多的Facebook YouTube和網站去越南 總理杜魯多今早宣布 已經委任了加拿大第30任總督 他是原住民西蒙 Mary Simon 他曾經在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 是在魯納烏特區出生 杜魯多說 這一項任命已經獲得到英女王的批准 最近因為原住民前紀宿學校發現一些小童的遺骸 和蒙明墳墓的事件 搞到聯邦和原住民的關係比較緊張 並且引發出有天主教堂被人放火焚燒 希望這次的任命可以順帶緩和這種緊張的關係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為了搶回市場份額 加拿大按揭及火公司CMHC說 公司將會將一年前收緊按揭保險申請標準 重新放寬 CMHC去年單方面收緊標準 結果非但無似預期地壓制住房價 反而導致該公司的市場份額縮減 從週一開始 該公司將會降低投保所需的信用評分 並放寬其他措施 以確保房主有足夠的收入 來支付按揭及其他債務 根據該公司的新規定 借款人最低信用評分只需達到600分 而不是之前要求的680分 就有資格獲得該公司的按揭保險 並且可以有更高的支出對收入比 借款人一般的償還比率 即是支付按揭 和其他住房成本與家庭與收入的比率 可以提高到39% 而不是之前的35% 同樣 借款人的總償還比率 即是他們支付所有住房成本 信用卡 送貸額度 及其他貸款總額 與家庭與收入比率 可以提高到44% 而不是42% CMXC去年7月实施更严格标准的时候 是希望借此保护购房者 降低纳税人风险并压制房价的飞涨 结果该公司市场混雅 被其他私营本公司抢走 同时房价就继续攀升 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 加拿大平均房价 目前比一年前高出38% 黄银的一份报告指出 至去年7月以来 CMXC在按揭保险市场的份额下降 疫情爆发前 该公司市场份额是在45%至50%之间 到了今年年初就下滑到只剩23% 相比之下 竞争对手Sagen的市场份额 攀升到44% Canada Guaranty的市场份额 就攀升至33% 我是RD Uptown总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town是你的首选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了大多区 6月份市场的最新数据 报告显示 6月份的楼价和销量都较上个月下降 显示市场在进一步降温 TRAP的MLS物业销售系统显示 6月份大多区购买出了11,106套住宅 按年升了29% 但比上个月下跌了7% 是连续第三个月销量下跌 而6月各类型物业的平均成交价 是108万9千元 按年升了17% 但就比上个月下跌了2% 以上两个楼市主要指标都表明 从上年年底开始 大多区楼市刺烈的情况 正在逐步降温 TRAP的报告还显示 大多区物业的销售速度 远远快过供应的步伐 意味着市场依然是球大于攻 TRAP的市场首席分析师预计 今年下半年 大多区的楼市 将会继续维持强劲的增长趋势 TRAP还公布了 最近一份有关多云多市政府 可能增加200万以上物业 土地转让税的物业调查 结果发现五成四的设访者 反对这个政策 六成三的设访者认为 如果实施这个政策 将会导致市场上 够类型价格的房屋供应量 更加紧张 约克区一个警员 在当间的时候 涉嫌进行他兼职的地产经纪工作 现在被人控他诈骗 警方说 这是一个30岁的警员 住在万禁市 他现在被控5千元以下的诈骗罪名 他将会在8月3日出庭认讯 现在他已经被警队停职 被告加入警队已经有8年 年薪是11万2千元 而他同时又在一家地产公司里面 做兼职的地产经纪 应该有的资深警务人员苗宴建 警察兼职只要获得上级批准 这是可以的 当然有些行业警察是不可以去做的 这些行业一般是与警察的日常工作有关 所以要避免利益冲突 但地产经纪应该是可以 今次这个警员犯规 应该是他涉嫌在当班的时候做兼职的工作 而不是因为他有兼职 现在就让我来听听苗sir解释一下 警察兼职的规定 我相信他是当街的时候做了一些事出事 我们的Police Act就是可以兼职的警察 但是限乎一些某些职业的行业 我先讲一些不可以的做的 例如不可以駕駛的士 不可以有酒牌持牌人 这一类方面的 就是你需要牌照的那些东西 就不可以做职牌人的 因为这个跟法律上有冲突的 就是你駕駛的士 就是说你犯了规则 就很容易就有一些矛盾在这 那酒牌也是 那你说这个职牌人自己有利 那变了有点偏袒 那如果做其他的兼职呢 甚至你做生意 或者你做 譬如我懂得有些做roover的 做carpenter的 做屋顶的 那些是可以的 这些警察警警官是可以的 照顾便知道 用一个直接的冲突去树 但是呢 那程序 就是应该要 Chief of Police approve的 就是说你要向上报的 那么报不报呢 我不知道 通常來說都會報的 就沒有違反了警察規矩 你做landscaping 做roof 做carpenter 那類型是多數批的 加拿大警察沒有像你看戲 甚至像香港一樣 我一定要召你回來的 加拿大是可以有權選擇不回來的 如果你是放了工的話 你譬如on vacation 你就帶曬的了 又到了雨季 相信大家還記得一百年的夏天 多倫多落大雨 很多條街和停車搶到水浸的場面 為了改善水浸的情況 市府官員建議 向工商和民居業主 收取專門處理雨水的費用來改善基建 雖然市府現在徵收的水費中 有一部分的收費是用來處理暴雨積水 包括預防地露水浸、換水管 和改善污水處理廠 但是這筆雨水處理費是按業主 用了多少水來計算 並沒有考慮到 他們需要處理的雨水量的多少 所以這個收費做法並不公平 例如停車場業主 因為不需要用水 所以不需要給水費 但是每次暴雨過後 停車場都會向污水系統排入大量積水 而在同時 工廠因為用很多水 水費很貴 但是暴雨過後 並不會對市府的排水系統 造成太大負擔 所以市府現在就想 從現行的水費中 將處理雨水的費用分割出來 然後根據業主擁有的地面面積 或者屋頂面積來分開計算 如果這樣做的話 工商業主可能因為 要處理的雨水量不多 而減少了三成的相關費用 但有四成五的商業可能就因為這樣 要增加6%到一成的水費支出 另外有兩成五 例如大型商場等的商業 更加可能要面臨 增加50%的水費開支 對於市府的這個設想 有商場已經表達關注 他們說 商場在今次疫情 已經受到很大損失 面臨這方面的升風 將會很難應付 而市府就說 增加的費用可以逐步落實 令到商場可以勝收 不過多倫多工業和環保團體 都支持一個專門的預稅處理費 多倫多環境聯盟 希望市府可以加快步伐落實這件事 墨西沙加市和賓頓市 現在都已經有專門的預稅處理費 市府官員建議就這件事 舉人多場的公眾意見諮詢會 官員將會在7月14日的議會大會前 就諮詢會議時間表提出建議 很多人接種疫苗之後 親戚朋友都會問 你有沒有反應 如果你說沒有的話 對方就會開玩笑地說 你看清楚會不會打錯鹽水 原先以為這些是開玩笑 誰知現實裏真的有發生這些事 而這件事的發生 令到199人要打第三劑疫苗 安省尼亞加拉公共衛生局說 在6月16日一個疫苗診所裏面 有6個人接種的不是疫苗 是鹽水 衛生局說 這是在一個診所關門之後 做每日審計的時候 才發現有6劑疫苗還未用 反而鹽水的藥水瓶子就被人用過 當地衛生局現在正聯絡205個 當日到過這個診所的人 為他們重新預約再次接種疫苗 由於沒有辦法分析出 究竟是哪6個人接種了鹽水 所以部分打過兩針的人 現在要打第三針 對於已經接種了兩劑的人來說 打第三針對身體無害 不過也無益 對於接種了鹽水的人來說 鹽水打入體內也沒有害處 但是因為它不是疫苗 所以在對抗病毒上 它不能夠發揮作用 現在當地公共衛生局正在進行內部調查 以確保同類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在上個週末 多亂多市中心加特納公路的天橋底 有多達700人聚集開派對 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 有幾百人無視社交距離 沒有大口罩地聚集 據派對的繞修至春 派對是唯一一個機構籌款 籌到650元 派對是在上週六舉行 由晚上10時至翌日的早上6時 雖然派對是有慈善目的 但是參加派對的人 仍然是違反了師傅負勵 也違反了防疫規定 在重啟經濟第二階段之下 戶外聚集的人數最多是25人 暫時未清楚有沒有人被檢控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19度 明天平均氣溫約24度 今晚油價是136.9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點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警方國家安全署今日表示 賭破激進港獨組織光成井 並拘捕了9人 涉嫌企圖製造債約TATP 襲擊海底隧道、鐵路、法庭等公共設施 以及意圖發動汽車炸彈襲擊 案中被捕9人 包括中學生、中學職員 及大學管理人員 並凍結了60多萬的資產 警方國家安全署高級警司李桂華說 這個組織已經進入實踐階段 在上個月起 主要用尖沙咀尼登道 一個月100隻的賓館單位 設立炸彈實驗室 並計劃在7月上旬發動襲擊 李桂華說 國安處昨天早上搜查全港多區 倒破一個正在策劃炸彈恐怖襲擊的 激進港獨組織光成井 包括位於尖沙咀尼登道 一間賓館的炸彈製造實驗室 行動入面檢測一批製造TATB的器材 儀器、小量TATB炸役 小量化工原料、大量通訊器材、氣槍 及行動指南等 李桂華說 根據行動指南 這個組織計劃襲擊海底隧道、鐵路、法庭 街上垃圾桶等的公共設施 甚至拆劃汽車炸彈襲擊 意圖造成大規模商網 他形容組織的分工精密 由金主、採核化學物料人員 製造炸彈小組 監察組和行動組 當中行動組 由正準備離趕的中學生組成 完成任務後會和安排盡快離趕 監察組織多次去到兩間法院監察和拍照 被捕的五男四女年齡介乎15至39歲 當中六人是中學生 另外包括本地大學管理人員、中學職員 網上平台出租車司機和無業者 李桂華說 警方另外檢獲8萬多元的現金 一批外國SIM卡和一批外幣 並已經凍結了約60萬的相關資產 在前年12月7日被指在銅鑼灣港鐵站 一個休班警嘗試用警棍制服一個跳躁男子不成功之後 搶警棍和襲擊休班警的37歲美國銀行內部律師 早前一看襲警罪成 案件今天是東區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林希維說 案件嚴重威脅公共安全不可以容忍 將他判囚4個月兩星期 辯方求情的事後指出被告13年定居香港 19年起任職投資銀行凡他烏合規部門重監月入14萬 因為案件已經今年4月辭去職務 他在家的唯一經濟之處要照顧母親 希望可以輕判被他可以復工 不顧林觀則說 本案造成警員多處嚴重受傷 形容被告的行為暴力 和案發地點雖然不是示威現場 但是地鐵是繁忙地點 對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也有排員旁聽 各位領事館職員在庭外促清港府維護司法獨立 讓審訊免受政治干擾 並尊重所有人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 在庭外促清港府維護司法獨立 如花火可想吸世界送上最驚喜 燃燒力一煞舊痛快自信已準備 成為耀眼轉型 一分一秒從不等你 Gigi 初次見人的時候已經頂頭大熱 網民也說你看過你會成為天后 那你自己的壓力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或者這是一個動力 其實兩樣都有 壓力就是來自於 可能因為我每集的風格都不一樣 那我就經常都在煩惱 究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大家看 或者如果我下一集做回我之前做過的東西 那人家會不會很失望 其實中中的東西 即是你希望想給大家一些新的東西 是 還有想做得更好 但是你一上台 給人家的感覺就很有個性 很有自信 你是不是私底下都是這樣的人 其實認識多一點我的人 就不知道我不是這種人 那你是什麼人?傻頭傻腦 也是的 是的 有時啦 但是她專注比賽就 樣子是很認真 即是一上舞台又上身 不是 即是比賽她是不說話 即是喂 他... 那上台呢 你私底下是不是一個這麼甜蜜的女生 可以你唱嗎 試問一下她們 因為我不知道 嗯... 都是癲癲的 她自己都承認 對 她是比較爽的一個女生 放就是爽 嗯 放和爽 那你唱戀愛語報 突然間這麼受歡迎 會不會自己有些受寵的躍驚 現在都差不多300萬了 怎麼知道 其實是... 沒有想過的 因為好像... 其實... 一開始選這首歌的時候 純粹覺得這首歌很適合我唱 嗯 那... 就唱了 但是沒想過會是這麼多人 這麼喜歡這首歌 嗯... 那你在他們... 即對比他們兩個 你比較遲學唱歌 嗯... 即是上年才會 對 你怕不怕有些輸贏 因為去到決賽就真功夫了 其實是會的 因為他們唱功很好 在這段時間 其實都... 自己都一直學 嗯... 還有... 繼續練習 那... Yumi呢 你面對兩個強敵 你有什麼殺手的選擇 我... 我自己覺得 我可能... 跳唱方面 那你心態上呢 都是平常心 即是都是靠自己 那... 知道有他們兩個 那我... try my best 我全力以負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 不想那麼多東西了 三個由一個... 即可能十幾歲 一個普通的女生 突然間... 一夜之間 可能成為... 即是全城的焦點 那麼自然 即是... 多人關注 在有些不同的聲音 你們即是面對... 除了有讚啊 一定有彈 那你怎樣消化這些... 無極的 其實我之前都有提的 因為那時候是... 即是... 都是想知道 別人怎樣看自己 但是現在... 慢慢慢慢... 一直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這些評語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之前是有不開心的 那... 但是現在少了留意 他們就... 那個... 心情就沒有了 你們呢 那... 由我一... 參加了這個比賽 開始人家關注我們了 那我就... 就是我反而是有那個... 好奇心想知道... 他們怎樣看我 那我也有去看一些評論的 那... 那... 當然又好又壞啦 嗯 那... 那怎樣克服他呢 即是... 我什麼都不想 我只做好自己 那如果我真的很大壓力 就會想想想 就會睡著了 你呢? 我自己有個好處就是... 就是... 可能見到一些比較... 就算好的評論好 或者不好的評論都好 我有一陣子就會突然之間忘記了 那你們會不會互相視對方為敬敵呢? 其實我就不會的 因為... 其實又... 未... 真正比賽開始 我們... 其實加上Windy 我們四個都是很好的朋友 嗯 那所以... 好像... 是... 試不到啦 因為... 好像是... 大家都是朋友 然後永遠都... 是好像一起... 去進步 好像... 我們... 不知為什麼是做不到敵人 其實是... 做不到敵人 但是... 怕不怕這個賽果出來 就是可能你們都算適於美時 就是賽果出來會影響有... 有... 因為冠軍一國 大家都一樣那麼努力 其實... 反而... 我們... 就是我來講 是沒有想過冠軍是否重要的 就是... Depend是我們的表現表現得如何 那到時的結果都是... Depend在評審上 那你們有什麼東西 你看到誰拿冠軍啊? 嗯... 葉明熙女神 No No 火星女神 No 其實我覺得到了這個階段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因為看到大家很多的進步 嗯... 但是... 依然我覺得 如果在我們三個裡面的話 一定是... 我也覺得是... 大家好 那今天... 大家可能已經聽到好消息了 說今天開始 7月5號 完全接種了疫苗的加拿大人 和PR 回來加拿大港池 就不用再進行14天的隔離 而且如果你是飛回來呢 你也不用再在政府批准那些隔離酒店進行三天的隔離 那你可能會問 我應該怎樣才可以證明到我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呢? 那不用擔心 我今天就用我自己的電話來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step by step 可以證明到 讓邊境知道你是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的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沒有手提電話的呢? 你也可以在電腦上完成這個過程的 或者你也可以叫你的親朋友幫你填了這個表 然後就傳個確認給你 那我們開始了 那首先呢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要上去App Store Make sure我們是下載了最新的那個版本的 那我們就search這個ArrivePan App 那我已經準備錄這個視頻那次就下載了它了 但是一定要make sure你是下載了最新的那個版本 因為它這個疫苗接種證明這個技能呢 它是剛剛今天才加上去的 那我們就打開這個App啦 那首先你就會看到它第一個畫面 就是關於你這個App怎樣保護你的私隱啊 你的信息啊那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按下去 然後按ok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呢 如果你是沒create過帳號的 你就在這裡按 create過帳號就輸入你的電郵地址啊 但是我就已經準備了一個帳號 那我們就在這裡登入去了 那之後我們就在這裡登入去了 那之後我們就在這裡登入了 那之後我們就在這裡登入了 那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版本 就是下面這裡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訊息 關於現在其實哪些人可以進入加拿大 那大家要記住這些放鬆的隔離限制呢 只是適用於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的加拿大居民 那對於其他的旅客呢 那些限制是完全保持不變的 所以我們仍然都需要進行一個十四篇的隔離 那我們就按這裡開始填我們的forma 那第一個問題 它會問你呢 就是你是通過哪種形式來進入加拿大 那我們今天就當是坐飛機進加拿大 但是大家要記住 無論你是怎樣進入加拿大 你也是要通過這個arriven app來填所有你的訊息 那我們就按AIR 然後它會問一些關於我們搭哪一航飛機的訊息 那我們首先就填我們是在哪裡上飛機 那我知道很多讀者可能就是等著想回香港探家人 那我們今天就填香港 然後現在因為不能直飛多倫多的香港 那我就填溫哥話了 那我們就在溫哥話下飛機 然後我們就當是搭AIR CAN 還有我就隨便作一個航空號出來 就當是今天7點45分下飛機了 那這裡下一個畫面就會問你 你這次的旅遊 符不符合政府所謂的必需旅遊 那這件事就會包括 可能你是來這裡做一些必需工作 或者你是來這裡接受醫療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說No 然後它就會問你 你這次的旅遊是為甚麼原因 我們就說返回加拿大 然後我們就要填入我們的passport資料 你一按passport 它就會彈出這個畫面就是你的相機 那如果你是有一個passport在手 那你就可以自動這樣scan了它 但是我沒有帶過那個CN Passport出來 那我就會manually這樣enter進去 那我們就用加拿大passport 就寫 這個passport number 好 那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這樣飛回加拿大 那你就不用再繼續填東西 這個畫面 但如果你跟家人或者小朋友一起飛回加拿大 你就可以在這裡按add another traveler 你就可以繼續一個一個這樣加每個乘客的私人資料 那跟著我們就填我們的聯絡號碼 就寫我們的email address 然後就preferred language 就選英文 那跟著我們就去到疫苗接種證明那個area 那我們就首先要答我們其實是否已經接種了疫苗 那我們就答yes 跟著他們就會問關於我們疫苗接種的更多的細緻 那首先他會問你你第一劑疫苗是接種了哪種疫苗的 那你這裡下面就會看到很多種不同的疫苗 那但是你要記住呢 如果你是想飛回加拿大 而且不用隔離的呢 你就是要接種了Health Canada 四種批種疫苗的其中之一 那就是AstraZeneca, Pfizer, Moderna和Johnson & Johnson 那我自己就是打了Pfizer 那我們就寫Pfizer 那我就在加拿大接種了疫苗 就說5月1號接種了第一劑 跟著他就會問你你是不是已經接種了第二劑疫苗 那我們就答yes 跟著就再選Pfizer 再填關於你在哪裡和什麼時候接種了疫苗的訊息 跟著去到這個page最底的部分 他就會問你叫你 upload你疫苗接種證明的文件 那我就在這裡加個file 那我就加第一劑疫苗的證明 還有第二劑疫苗的證明 那跟著這個app就會提醒你 關於一些現在進入加拿大旅遊的規則 那大家要記住 在氣飛72小時之內 一定要進行一個核酸測試 去到邊境也都要可以提供一個證明 說你是測試了是negative 跟著去到機場之後 你也都會需要進行多一次核酸測試 那我們就acknowledge 那跟著這裡就問你 你在出發14至90天之內 有沒有test個positive 那我們就說no 那跟著這裡呢 他就問你 你可不可以證明到你在72小時之內 就是test個negative 那我們就說yes 那我們就在香港完成了這個測試 那跟著呢 那跟著呢 他就會問你 你有沒有在14天之內 探過除了香港的其他國家 那我們就說no 那跟著這裡呢 我們就要填一下我們 如果萬一真的測試到是positive 我們打算是在哪裡隔離 和怎樣進行我們的隔離的 那這裡首先就問你 你有沒有住宿可以在那裡隔離14天 那我們就說yes 我們當回家隔離 那他就問你 如果你在隔離的時候 你可以和全部其他人免於接觸呢 那我們就說yes 然後呢 他就會問你 你在隔離期間那時候呢 你會不會有水呀 食物呀 你需要的藥品呀 其他 那我們就說yes 然後就問你 你隔離的那個location 你有沒有一些高危的人 和你一起住的 我們就說no 然後他會問你 你隔離的那個location 有沒有一些 譬如在醫院呀 或者其他有高危的人 的地方工作的人 一起居住 我們就說no 那跟著他會問你呢 你隔離那個地方 是不是一個 和其他人居住的地方 而且是不能和他們沒有接觸的 例如 如果是老人屋呀 或者 宿舍呀 那些 那我們就說no 那跟著你就要提供你隔離地點那個地址 我們就說回家 那我就寫我們明報office 這個地址 跟著最後一步呢 我們就要填我們關於我們私人 醫療狀態那些的問題 那他就首先問我們有沒有咳 有沒有發燒 有沒有呼吸困難 那我們就說no 那跟著我們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邊境報告 那他這樣 你這裡按submit 那等他submit 那去到這個地步呢 你就會看到他發了一個 arive can的receipt給你的 那你去到機場邊境那裏 就入境港師 給那個邊境人員 就看到這個receipt 他就會知道你是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的了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分享 希望今天可以幫到大家 那下次再見啦 拜拜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和讚好 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再次麻煩